掌聲邀請您的支持者 謝謝 一定要這樣介紹我嗎 周班長 各位同心 大家好 好 被我們周班長講一講之後 整個精神都來了齁 愛睡就不會愛睡對不對 這是對我是有幫助的齁 這樣我看到現在這樣放眼望去 大家的精神基本上都還蠻好的 我剛剛啊這下面我就還蠻好奇的 我就問說 我們有好多同心都穿白襯衫喔 然後有的還服裝整齊 是有上過初級了嗎 有上過高級是不是 所以是第一次上初級對不對 你們都 好優秀喔 都已經服裝儀容已經整齊 已經準備要做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官員了 這個還完全整齊 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掌聲鼓勵一下吧 來我先來問問看齁 在座的同心 有沒有是自己看報章雜誌來的 就是看廣告 看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官網啊 還是報紙來的 有喔 非常優秀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齁 從以前到現在 如果是早期 基本上 是這樣來的有點困難 不太可能齁 可是呢 最近這一兩年 這一年 很多這樣的同心 自己看報章雜誌來的 代表什麼 台灣民政府的曝光度 很高 對不對 以前很多同心說 啊你台灣民進入為什麼不打廣告 以前是被媒體封鎖嘛 可是現在呢 局勢整個在轉變 所以不管是新聞報紙 你都可以看得到齁 台灣民政府的廣告 包括現在你不管在各大網站上 你打上去 都會看到我們的 台灣民政府的官網的廣告齁 所以這樣子看官網來的人 真的是越來越多 非常好 請問一下 在場有沒有被逼來的 一定有 你可以偷偷的舉伴手 有吧 有吧 偷偷的 如果旁邊的人會揍你的話 你可以輕輕的這樣 我看到就好了 都自願的喔 這麼厲害 我跟你們說 我就是被逼來的 所以說我這麼愛問這個問題 有沒有被逼來的 有 我就是齁 我是怎麼被逼來的 當初齁 隔壁齁 我們家隔壁的一個阿姨 她就跟我媽媽講 欸我跟妳講齁 台灣民政府齁 我媽媽說齁 欸不是人 台灣齁 要變廳啊 我媽就說變廳 什麼意思 要換政府了啦 然後我媽就說真的嗎 真的啊 然後齁 我媽就跑回來跟我講 欸 欸 我跟妳講齁 台灣齁 要換政府來的 請問 我聽到會有什麼感覺 不可能啦 你讓人騙了啦 你也拜託咧 不要去齁 參加那個有的沒的 絕對不可能啦 我說齁 不要聽不要聽 結果齁 過沒多久 就不了了之了嘛 結果過沒多久齁 我們那個阿姨齁 又不死心 又早來跟我們媽說 欸 不然這樣啦 你帶妳女兒子齁 去我們那個 每一週是不是都有 週辦公室 去那個週辦公室齁 去聽 去聽看看齁 他們是怎麼講的 不然妳也了解一下 結果我媽又很興奮的 跑回來 欸 她說齁 在哪裡很近的齁 那週辦公室齁 沒人去聽看 我沒人 妳不要跟我講這個 好嗎 在我這個年紀裡面 政治能感 是不是正常的 正常嘛 我對政治毫不關心 國民黨 民進黨 打得你死我活 也不干我的事情 反正我就過我的生活 基本上 在我這個年齡層 大部分 都是這樣的人 對不對 包括我當時也是 所以我就跟我媽講說 我對政治 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們不要去參加這個啦 然後我媽就說 好啦 那我自己去 好 等一下 我不要你去 因為我怕你給人騙 所以說 我說 好好好 這樣我不要你去 結果我就陪我媽去齁 聽完之後 出來之後 我媽就問我說 欸妳感覺怎麼樣 我說什麼感覺怎麼樣 啊她說的啊 我從小到大的歷史課本喔 我第一次聽到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是不是啊 如果你是個政治能感的人 你對政治不會關心嘛 你對台灣國際地位也不會很關心嘛 那第一次聽到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稀奇嗎 就 就 就 不稀奇啦 因為我從來沒聽過嘛 從來沒聽過嘛 我就說 她講了一大篇我都沒聽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然後我第一次聽到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不知道 所以說我聽不懂 好啦我們回家啦 不是我們參與的事情 那妳要不要辦一張身份證 我就聽不懂還辦什麼身份證 然後結果過沒多久齁 又不了了之 所以我到底怎麼來的呢 過沒多久齁 那個阿姨齁齁 真的要感謝他啦齁 他又不死心他又來了 欸 我跟妳講齁 台灣民進府齁有開課 開那個初級班 她就排斥啊 妳就叫她去上課 結果我媽就這樣啊 她就開始回來 她就說 欸 大家民進府齁有開課 開初級班 沒有你身上 我就說 叫我去上課 妳都沒有去上了 妳叫我去上課 啊 我就聽不懂啊 所以妳先去上 妳上完之後 妳再來告訴我 是真的假的 我們再考慮要不要去上 我說 阿姨我去做實驗品喔 妳比較聰明 我媽媽厲害 妳比較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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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身體上 上上之後 妳這裡回來跟我說 我沒了 我沒贏了 結果到了五六日 我媽就開始了 妳不是有贏嗎 妳有贏啊 我知道妳有贏啊 從早到晚就開始跟我錄了 不然妳去上嘛 不然妳在家裡也是在家裡啊 妳就去上啊 我真的是 到最後就是 幽默你知道嗎 沒辦法想說給她高興 好啦好啦 我就跟我媽媽說 好好好我去上 上完之後 我還是跟妳講假的 妳要放棄喔 她說好好好 我就來上了 我就跟大家一樣這樣 三天兩夜的初級班 上完之後 請問各位 你們猜 我相信了沒 我信了沒 我信了沒 三天兩夜的課 一上完 我告訴你們 我就相信了 不好意思齁 我比較單純齁 我就相信了啦 我就相信了 結果我告訴你 還不只這樣而已 三天兩夜的課上完之後 我就滿懷滿腔的熱血 我就跑去跟我朋友分享了 你知道嗎 我就看了 我就跟朋友約 然後就見面 我就跟她說 我跟妳說齁 台湾民進府啊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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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她說 說完之後齁 隔了一天晚上 下班 我的朋友就打電話給我 欸 我就說 你考慮了怎麼 要來上課嗎 她就跟我說 我是十二十幾年齁 我最了解妳的啦 妳齁 絕對給人家騙了 欸 好像是我當初跟我媽講的話齁 我說怎麼這樣齁 所以這個在縣市報 你知道 所以我就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啊不然妳說看看啊 她就說 我認識妳十幾年 妳好 高興就單純 啊 又病毒 妳絕對也要上網去查 對不對 欸 妳怎麼知道 不愧是我的好朋友 妳就沒有上網去查資料 上面就說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妳還起床 我說妳怎麼在說 我說這一點我就比妳聰明 她說怎麼講 台灣民政府成立是一個月兩個月的事嗎 台灣民政府成立已經好幾年 在台灣民政府裡面的人呢 不乏醫生律師老師碩士 學歷的高知識分子大有人在 我說每一個都比我厲害幾百倍 他們都進來民政府這麼久了 他們如果要針對法理有任何的問題疑問喔 絕對比我問的厲害 要這樣說對不對 那她的問題都被解決了嘛 那還輪得到我問嗎 我是不是也連問都不用問了 如果我有問題我隨便提出來 一定馬上被解決 我說所以啊 我是省的麻煩 然後我朋友是說喔 妳這樣 妳就這樣就起來了 一件事情一定有正反兩面 我看到了正面 看到了反面 我用我的智慧來判斷 我相信她的正面 妳今天只看到了反面 妳沒有給自己機會來看正面 妳憑什麼來說我的判斷不對 我這樣講講有道理 有嗎 謝謝 所以 這就是機會 妳今天給了自己的機會 來看看這件事情的正面 妳才有辦法用妳的智慧來判斷她事情的真偉嘛 所以我們全家都來上課了 然後因為回去我就跟我媽講了 我就滿懷滿腔樂學就講了 可是呢 我的朋友他有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好啊 那不然妳說啊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二條已經說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澎湖的名利請求權了 為什麼妳們還說是日暑美戰 知道我怎麼回答他嗎 我就說 我跟妳講 我下個禮拜上完高級班我再告訴妳 不好意思 因為我也還不是很懂 才剛上完初級 誰會解釋啊 這集都還聽不是很清楚 還懵懵懂懂懂的 我哪有辦法 所以這個就代表什麼 法理其實是深奧的 他能夠 像秘書長 他要讀多少的書 他才能夠從這些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裡面 去找出台灣 這70年來隱藏的 真正的歷史地位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喔 不是在場的各位 你們聽個幾堂課 你就可以有辦法理解的 可是呢 我們的講師 我們會盡量的講得清楚一點 讓你們能夠有一個 盡量能理解的一個順序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有法理上的疑問 還是得讀書 因為我之後呢 是怎麼找到答案的 我上完高級班 還是沒有答案啊 不好意思 所以喔 就有人鼓勵我去考俊手 大家知道俊手嗎 有沒有聽過 很多人都有聽過 我就去考俊手 考俊手就讀什麼 新台灣論 結果就從那個新台灣論裡面 喔原來我所有的問題 都在那本書裡面 所以當你有法理的問題喔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喔 現在帶大家喔 從之前來看到 最早的台灣的歷史 希望大家喔 我們是不是身為本土台灣人 可是大家知道 我們70年來 所受的歷史教育 其實是有被捏造的 欸可怕喔 然後呢 有沒有真正的了解 台灣從以前到現在的歷史呢 講真的 並沒有很清楚喔 所以 我們現在來看 Formosa大家知道是哪裡嗎 台灣喔 所以這個是在13 14世紀之前 這個是哪裡 有沒有看他分成三小塊 他是台灣嗎 有點不太像 又有點像 所以他的答案就是 他是 Formosa 就是台灣喔 所以這是13 14世紀 最早期台灣的航海地圖 因為那個時候的航海技術 還不是很發達 所以當他們看到 哇喔 這麼美麗的島嶼 的時候呢 他們把它記錄下來的時候 記錄的不是很完整 但是這是台灣 最早期的台灣的地圖 他們就想說 歐洲喔 Formosa這個名詞 是美麗的意思 他就把 喔 這麼漂亮的島嶼 就把Formosa 附給台灣 所以台灣當時是一個 美麗之島的意思 很漂亮耶 那大家猜猜 最早活動於 Formosa 也就是台灣的外來民族 是誰 大日本帝國 還有呢 西班牙 荷蘭 葡萄牙 答案就是 沒錯喔 日本 欸 好像跟我們原本的歷史 好像有一點點出入 大部分就是 葡萄牙 西班牙 荷蘭嘛 可是其實 在歷史的文獻裡面 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 日本人就已經在 Formosa 這塊島嶼上活動 一直到1633年 德川幕府的首國政策 禁止日本人 赴海外發展 才停止 所以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三百年以上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居住跟活動 那剛剛講到的荷蘭 荷蘭呢 他算是在台灣 佔據台灣的外來民族一個 比較有系統性的 控制台灣的一個民族 那你說荷蘭這麼早期 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怎麼樣 荷蘭呢 還每年必須向日本的德川幕府 禁貢三萬張以上的陸皮 日本才准說 你可以來台灣喔 所以連荷蘭都還要向日本禁貢 禁貢都才可以獲得允許 來到台灣這塊土地上活動 跟居住 那大家知道1624年 荷蘭人為什麼要來台灣 為什麼要來澎湖跟台灣 做生意喔 很厲害喔 歷史很強 最早期 東西方 我們西方的國家 最喜歡東方的國家的什麼東西 瓷器 絲綢 對不對 那個相當於 西方國家 也就是歐洲人的黃金 這麼重要喔 所以啊 那個荷蘭喔 他就想要賺這個錢 他想要分一杯羹 那時候他就來找一個轉運站 他最開始是選澎湖 他選澎湖的時候啊 為什麼要選澎湖 因為啊 離亞洲嘛 中國近嘛 所以他選澎湖做轉運站 可是那個時候的大明國 他就想說喔 你澎湖喔 有點太近了 不行 他就出兵把他趕走 所以他第二個轉運站 他就選 台灣 所以 他來到台灣 將台灣當作經濟利益的轉運站 請問 他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嗎 會不會好好的建設台灣 有沒有聽過紅毛鬼子 就是在指 就是在指 當時的荷蘭人喔 有沒有去過紅毛城 台北淡水那裡 然後有沒有聽過 勒蘭遮城 也就是現在台南的安平古堡 這個時候 他們當時在台灣呢 沒有留下多少的建設 因為呢 他不願意建設台灣 他也不願意好好的對待台灣人民 可是他留下的那個 都是屬於軍事基地 有那個軍事基地之後 他能夠來控管台灣的 這個人民 所以在16、17世紀的時候呢 當時台灣 就已經奠定一個很重要的地理位置囉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枢紐的位置 可是到這個時期的時候 台灣的文明已經被西方的國家打開了 可是我們所認知的中國呢 他到現在呢 還是很落後的 不知道地球是圓的喔 還覺得地球是一個有斷層的 有懸崖有瀑布的地方喔 所以呢 基本上 這樣已經造成了文化落差 這會造成 當我們被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所統治的時候 就造成了歷史悲劇喔 這就是文化的悲劇 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 來把我們以前所學到錯誤的歷史教育 現在把它放下好不好 我們來試著去瞭解台灣真正的歷史 放大檢視我們從小到大學到的錯誤 好不好 這是我們台灣也就是 FORMOSA一個大概的一個政權輪替的軌跡喔 1624年日本讓與荷蘭 1662年荷蘭讓與正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1945年4月1號 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10月25 因為日本戰敗被 中國人佔領到 今天 好到今天 那請問 剛剛我們講的 荷蘭 也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 當初來佔領台灣的時候 它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 還有呢 還有呢 貿易 為什麼它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因為 它有效的領土管轄範圍只有哪裡 一點點而已有沒有 它的有效領土管轄範圍 不給予FORMOSA的全島 了解嗎 所以它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那是誰把荷蘭人趕走的 請問 鄭成功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為什麼 它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是不是也只有一點點 好 那為什麼鄭成功 當初要把荷蘭趕走 為了拯救台灣人嗎 為了什麼 反清覆明 對不對 嘿 它當初 最主要啦 的一個用意 是為了反清覆明 所以它會不會好好建設台灣 不會 它有目的性的 所以它也沒有太多的時間 留在台灣 基本上沒多久就被 大清國給 在消滅了 在趕走了 好 好 我們來看到 大清國有沒有擁有過台灣 我們來看 有看過這張地圖嗎 這是哪裡 台灣 只有西半部 為什麼台灣的地圖會被切割成一半 有什麼啊 有什麼 有什麼打拼啊 對不對 對 原因是什麼 1683年大清帝國它降臨台灣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帝國 對台灣領土 有效管轄範圍 所以不給予佛羅摩莎的全島 僅限於西半部的六個漢人屯墾區 可是喔 大家知道 大清帝國它統治台灣幾年 兩百一十二年 有等嗎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照理來講 它不太可能不去開發東半部吧 對不對 正常來講啦 兩百多年耶 已經好幾個世代過去了 為什麼 它還是只有西半部有它統治過的範圍 我們講啦 除了東半部我們知道高砂族很 強悍很英勇之外 有沒有看過賽德克巴萊 有啦 你來到我的獵場我就把你 獵頭 基本上呢 這個是其中一點很難殘之外 很勇猛之外 還有什麼原因 為什麼兩百多年來 它 不取得台灣整個領土的有效管轄範圍 原因在於大清帝國所認知的台灣 是什麼 當時啊 把正成功趕走之後 大清國的皇帝 他說 我不要台灣 欸 有一塊這麼好的土地給你 你還不要耶 為什麼 剛剛是不是有講 荷蘭有沒有好好的建設台灣 沒有 正成功有沒有好好的建設台灣 沒有 所以到大清國的首相的時候 台灣呢 對他來講還是一個 荒蕪的畫外之地 建設要不要錢 管理人民要不要文武官員 要不要薪水 要不要人力 那如果你不願意好好建設台灣的話 你不願意投資台灣的話 基本上這些就是都不會存在著 所以台灣一直到大清帝國皇帝首相的時候 他覺得台灣 就很荒蕪啊 我要台灣幹嘛 沒有用啊 然後這時候師郎 就跟那個皇帝建議 他說喔 你好 要把台灣拿起來 沒有了 沒多久了 又讓人拿去做反親覆滅基地就有了 那皇帝就說 我沒想要啊 要怎樣 我沒想要花錢 司廊就說 你放心 皇帝 我跟你講 我給你一個政策 保證你可以很簡單的就控制台灣 什麼政策 班兵制度 司廊跟皇帝講說 我跟你說 你就用三年為一任 我們先講文武官員 管理一個地方要不要縣市長 要不要 文官嘛 文官基本上他就跟你限制 三年來到台灣 時間一到 你一定要回到大清國 所以我把你的家眷扣押在大清國 不讓你帶去 然後你去到那裡呢 回來之後我再利誘 你只要去那裡三年當完官之後 回來之後 我就幫你升官又加薪 讓你不會眷戀台灣 為什麼 怕他們結合當地的人又反親覆明 所以呢 把這個政策壓在大清國之後呢 就把你派去 派去之後呢 你坐船啦 給你來回還是什麼的 扣掉個半年左右差不多 來到這個地方 你要不要跟每個人民地方熟悉一下 要不要 熟悉這個地方要怎麼建設之後 差不多也要一年對不對 等你熟悉之後 你拿出筆起來 要寫那個企劃書 怎麼建設這個地方的時候 抱歉 你要回去了 那如果請問你們是那一位官員的話 你會不會用心好好經營台灣 不會 反正你沒有好好經營 也不會有人罰你嘛 對不對 好 再來 五官 要不要兵 要不要警察 來管理台灣對不對 好 司狼就跟皇帝講 你就把大清國所有的無業遊民 沒有工作 派去就好啦 不用派精英啊 就派那些 沒工作 沒工作 去台灣就好了 也一樣 三年為一任 當這樣子的文官 這樣子的五官來到台灣 你們覺得 台灣啊 地廣人稀 物產豐饒 人口稀少 產量豐富 這樣的一塊土地 他們來到這裡 會變成怎麼樣 能貪污就貪污 能欺壓台灣的人民 就欺壓台灣的人民 是不是 反正我不用負責任嘛 我三年我就回去了 所以212年來 他們在台灣的狀況是什麼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並沒有 在這兩百多年來 台灣的社會並沒有得到穩定 齁 台灣不足成 也是他們的政策之一 你連齁 那個縣政府都不用蓋了啦 你連縣政府 市政府都不用蓋了 這錢齁 升起來 所以 兩百多年來之後 請問台灣會有建設嗎 會有進步嗎 台灣就只是活在一個髒亂 沒有秩序的環境之下齁 這就是兩百多年來 所以 大清國的皇帝對台灣的認知是這樣 他根本沒有需要再花很多的錢 再跨越中央山脈 然後去把東半部再收撫回來 還要去打那個仗 是不是沒有必要 因此 大清帝國一百一八八七年的時候 才完成台灣建神 換句話說 大清帝國在佔領台灣 Formosa西半部的時候 204年後才宣布 將台灣併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請問這句話 他有沒有成功的 將台灣併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有沒有 沒有嘛 因為台灣是一半的嗎 不是齁 台灣是一個完整的那個地瓜 對不對 所以呢 他把台灣切了一半 他只有西半部 是他有效控管的範圍之外 東半部沒有 因此 他不合法 這樣了解嗎 那 台灣有沒有屬於過大清國 有沒有 沒有齁 從來就沒有 所以 台灣從來沒有屬於過中國 這樣了解嗎 台灣從來就沒有屬於過中國 因為 他們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從來就不給予台灣全島 齁 但是呢 我們會有一些文化被錯亂 什麼文化 大家知道啊 我們最早期的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我們擁有的文化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被荷蘭統治 然後正成功 大清國 我們自己沒有國家嗎 台灣沒有 台灣從來沒有自己的國家嗎 沒有齁 因為我們最早期的台灣是平埔族跟高砂族結合的 所以我們一個族一個族之間 是不是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一個部落 阿美族啊 太亞族啊 是不是有很多的族 可是這些族裡面 他們的族語是不是都不同 溝通語言不同 而且 沒有文字 沒有書 我們只有代代相傳 靈魂不滅的傳說 這就是勇士傳說 他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祖靈 他們是多麼的英勇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 沒有共同的文字 沒有共同的語言 沒有共同的書 所以沒有制度 因此很容易被外來民主所控制 但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 有沒有出過國 有嗎 大家知道 日本人都拜什麼 神色 對不對 那 美國人呢 都拜什麼 基督教 天主教 對不對 台灣拜什麼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耶穌 睡覺 是不是什麼教都有 可是呢 重點就是 你有想過了 為什麼別的國家的文化是一樣的 信仰一樣的 為什麼台灣這麼多雜七雜八的教 原因就在於 台灣的文化 我們最早期是不是有荷蘭統治 當時呢 荷蘭他雖然把台灣 當作一個利益的轉運戰 可是他們有一個重點 就是傳教 他們把當時的一些高砂族的長老 有沒有 都挖挖去 然後呢 讓他們信仰基督教 有沒有發現我們高砂族大部分都是信基督教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當時台灣 被影響的文化 那還有呢 我們才剛過完什麼節 端午節 春節 端午節 中秋節 元宵節 清明節 中元節 清晰過年 請問它是我們台灣人的節日嗎 那是誰的節日 中國的節日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會覺得 那個好像原本就是我們的節日 是因為 兩百一十二年 長不長 長 兩百一十二年 中國那裡帶來的節日 影響了台灣的文化 所以 我們要知道 本土台灣人 原本的信仰是什麼 然後我們被影響了什麼文化 台灣我們最早 平埔高砂 我們呢 沒有文字沒有書 我們是代代靈魂不滅的傳說 然後荷蘭的時候呢 改成基督徒 然後 大清國的時候 又影響了我們中國帶來的文化 因為它兩百多年啊 比較長啦 所以受的影響比較深而已 就這樣 可是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秘書長有說 我們要結合東西方最好的文化 最好的制度 來運用在本土台灣人身上 好不好 如果今天我們燒金紙什麼的 然後會破壞大氣層 會破壞Formosa 這塊土地 我們可不可以改成鮮花 是不是也很好 成新嘛 新陳哲林 所以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是要 破除中國帶給我們的 一些不好的思想跟教育 我們結合東西方最好的文化 最好的制度 來運用在 將來台灣人的身上 齁 這樣集體潛意識的文化 它會造成一整個世紀的魔咒 所以它那個魔咒就是 當初啊 隔壁的阿姨來跟我講的時候 我跟她講 無可能 有沒有 所以各位你們會坐在這裡 有沒有經過輾轉 有沒有 經過輾轉 一而再再而三的 跟您講 再來上課 對不對 這就是啊 一整個世紀很可怕 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在台灣多久了 七十年 欸 七十年有久喔 欸 好久耶 好久 所以 很可怕喔 它這個 一整個世紀的這個觀念跟文化 這就是集體的洗腦喔 終於 1895年 大清帝國的皇帝正式 將台灣跟澎湖有九個讓給日本天皇 當時發生了家務戰爭 我們簽訂了日稱下官條約 也就是你們讀到的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中國說的 日本 我們日稱下官條約 來看 有沒有看過這一個合約書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簽的 然後呢 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 澎湖列島及尾渡 巴拉巴拉巴拉 有沒有 欸 這一張看起來很像什麼 看起來 有沒有很像土地權狀 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台灣澎湖的土地權狀啊 我們台灣澎湖的土地權狀 在這個時候 我們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 從這一個條約 一直到現在 包括經過舊金山和平條約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 有在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 有在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所以 台灣的領土主權 還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也就是這張土地權狀 還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當時割給日本天皇之後 我們就進入了日治時期 這個時候 我那時候初級班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疑問 我就想說 欸 你們台灣民進府的老師啊 都說啊 那日本人啊 對我們台灣啊 多好多多好 可是在我的歷史記憶裡面喔 我們好像還是有抗日 有沒有 好像還是有跟日本打仗嘛 而事實上的歷史事件是存在著嘛 我就想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後來原來 日治時期總共幾年 五十年齁 我們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 前期呢 大約差不多二十幾年左右 當時呢 就是這樣 前期的五官 後藤新平 他剛開始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是用德國式的科學殖民主義 來嚴密的控管台灣的社會 為什麼 因為他來到台灣就發現一個問題 欸 你們把台灣割給日本天皇 可是你們好像西半部才有被統治過的痕跡啊 東半部咧 所以他就提問了 美國就跟他講 你要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像美國征服印第安人一樣用武力征服 因此日本他必須用武力先征服我們的東半部的部落民族之後 他才有辦法實施建設跟制度 是不是 才有辦法統一全島 所以因此 剛開始的時候呢 有沒有看過這個 這叫什麼 調哥 到蔡德 對吧 調哥到蔡德 來把日本兵打 請問贏阿蘇 絕對怕輸的嘛 你那個遮遮的 說不定菜刀就飛出去了 有喔 調哥到蔡德 打日本 怕輸 那為什麼 剛開始他們日本來到台灣的時候 然後死了三四千個兵 打不贏嘛 啊怎麼死的 生病死的 為什麼生病 絕對不是因為水土不服齁 原因是什麼 就是髒啊 你看 台灣有多垃圾 經過大清國212年的管理之後 台灣髒道 那個日本人一來喔 沒辦法 實在太髒了 馬上生病 我們都不打而勝齁 就死了三四千人 那又厲害吧 我們用髒亂殺死他們 所以 這個就是齁 當時 台灣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日本呢 他還是有為台灣齁 做一個加分的動作 他說齁 我們台灣的這個異民軍對日抗戰 是可殺不可辱的台灣民族 所以很讚揚我們的民族的血統齁 所以這是初期的時候 那你說 這一個五官厚騰欣平 他對台灣有過 有沒有公 有沒有公 來 我來問台灣 問我們現在在場的 有辦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請舉手 有辦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請舉手 很多齁 那你們辦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時候呢 叫你們去申請什麼 日治時期的戶籍藤本 對不對 為什麼是日治時期 不是大清國時期 大清國時期沒有戶籍藤本 答對了 有什麼 大清國時期是不是212年 他有認真的好好的對待我們台灣人嗎 沒有 所以這個厚騰欣平一來到台灣喔 他發現好可怕的台灣喔 所以呢 他馬上做了一個什麼 戶口普查的動作 把你們家家家戶戶 你們家有幾家人的人 多少的人口 把你調查得清清楚楚 所以到現在都還沿用日治時期的戶籍藤本 厲害吧 所以除了這個呢 生物學 科學 農業 工業 衛生 交通 教育 警察等發展喔 做了非常多的建設 之後 一直到了1904年 明治37年 也就是台灣的財政已經可以完全自主 不需要日本的中央補貼 公共建設甚至比日本的內地還要先進 譬如台北的下水道覆蓋率 是當時亞洲的第一高 搞不好 欸有沒有突然覺得我們好像從很落後很荒物的國家 突然變得很厲害 有沒有 那有沒有新管理跟沒有新管理有沒有 馬上就有感覺了 亞洲第一高喔 可是呢這裡有個重點 財政 剛剛我是不是有講到荷蘭 鄭成功大清國 都不想要建設台灣對不對 建設要不要花錢 要 管理要不要花錢 要 沒有眼光 他們不知道台灣是個寶島 你如果是好花建設 告訴你 日本他到1904年的時候 台灣呢 不需要日本再拿錢來 已經完全可以自主 在這個時候呢 台灣已經可以自給自主之外 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日本的大米倉 厲害喔 所以台灣是一個一年三收物產豐饒的國家 只是你有沒有去好好的建設它 所以日本經過了這些建設之後呢 台灣呢 當時就已經可以完全獨立 像是一個國家了喔 中後期呢 我們中後期的約30年左右喔 換了一個文官田建智郎 跟當時日本的首相袁靖 他們就說 欸 台灣啊 不錯了喔 讚 物產豐饒喔 讚 然後我們把它收納為自己的國土好不好 好 怎麼做 依照萬國功法國際戰爭法 你必須先做一些工作 所以他們實施了 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開始對台灣的人民實施皇民化 你語言要共通吧 信仰要不要共通 所以當時 讓台灣人有如日本人一樣 效忠天皇 我們早期的早一輩有沒有學阿一無阿喔 有沒有 就是這個時期喔 然後日台共學日台通婚 任用很棒的建設師 來建設台灣 大家知道八田與一嗎 有聽過喔 一位深愛台灣的日本人 一個震撼亞洲的偉大功臣 以外交喔 台灣會有今天的與你之鄉啊 他的功不可沒 喔 有沒有去過烏山頭水庫 有喔 這個雕像在那裡 他就這樣吐了 他就在想喔 喔 看台灣這幾萬 綿延幾萬公里的這個道路 我怎麼樣讓這個水 能夠發達的去灌溉他們 然後讓台灣成為真正的魚米之鄉 所以 江南大郡乌山头水库 台南水道桃园大郡 都是当时日治时期的 台湾现代化的 重要土木工程 乌山头水库甚至是当时 世界第三大 世界哦 第三大哦 有厚哦 所以台湾当时已经 非常的厉害了 已经很强盛了 所以呢 我们当时的这些建设 奠定了台湾的 经济基础 台湾的亚洲四小龙 经济奇迹 是什么时候来的 是什么时候来的 是蒋经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吗 不是哦 我们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这一些 的基础建设有多多 台湾的经济奇迹 交通运输方面 南北的重贯铁路 轮船 港口 机场 台湾全台的电力 日月潭 大侠机 水力发电 火力发电 资讯传播网 所以台湾在这一刻 有没有感觉 突然就成为了一个 强盛的国家 对不对 很强哦 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的文化 经济 远远比不上台湾 远远比不上台湾哦 所以台湾当时奠定的 这些经济基础 才是会造成我们日后 的亚洲四小龙 跟台湾经济奇迹 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奠定的 所以 流亡政府 也就是中华民国 他还没有建立哦 他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台湾跟 中国的差距 就已经比他进步 一百年以上 你们可以想象吗 我们这么的进步 这么的先进 然后我们被比我们落后的 人统治的时候 有可能不发生惨案吗 这就是台湾历史悲剧的由来哦 当时各级行政司法机关 警察系统 护政制度 农会金融财政体系 及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普及全岛初级教育有多重要 今天啊 我请各位现在就在路边 就在这条路上 这样随地大小便 你愿意吗 不行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有道德文化 有知识 有水准 有教育 我们不知道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们到现在都还可以看到新闻 中国随地大小便 有没有看到 所以到现在 都还感觉到到文化落差 可见这个时候呢 那个文化落差的水平 是差非常的大的哦 来 有没有看到这群学生很认真的在干嘛 读书 读书没有坐着 他们跪着 有没有看到 跪着 为什么要跪着读书 培养什么 武士道精神 有没有 所以当时培养的武士道精神呢 也奠定了台湾以后的中心呢 有没有看到这群学生 可爱活泼美丽又漂亮 然后有没有看到他每个人都穿鞋子 看到这一张的时候 我妈就跟我问 诶 他那个当时啊 有鞋子堂青 我跪着的时候 没有鞋子堂青了 我说 你没坐牢啊 你哪有可能是日治时期之前 对吧 人家日治时期的时候 就有鞋子堂青啊 你的时间一定是在日治时期之后嘛 是什么时期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占据台湾的时期 所以呢 表示那个时候的经济稳定 跟后来被控制之后的经济是退步的 是不是很明显 这一张 是那时候 在日治时期呢 成立的第一所由台湾人就读的小学 然后他们跟日本人打棒球 然后打赢了之后呢 合影留念的照片 诶 他又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 你吃的肉 穿的烧 还有时间去打棒球 对吧 你若是现在的生活经济不稳定 然后吃不饱 穿不暖 每天胃三餐烦恼 请问你还有时间打棒球吗 还有时间画画吗 没有 所以当时像这个陈陈坡也很多人认识 他在日本的地展有入选 所以当时我们培养了非常多的 像艺术家啦 各个文化啦 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很多 建立的很完整 因为那个时候 每个人 台湾的人民 六百万人民 吃一把钱的烧 你有时间 可以做很多的休闲娱乐 跟其他的发展 有没有看到 1895年 大清帝国 212年统治下的台湾长这样 日治时期50年之后 统治的台湾长这样 两百多年 50年 两百多年 50年 这样有差吗 一看就有感觉 很明显对不对 所以 大清国 从来没有好好过建设台湾 我们台湾还想要回到他的怀抱吗 不要哦 很可怕哦 终于 日本天皇 他下达了教书 他在1945年 4月1号 颁布了教书 颁布了明治宪法 从此台湾在这一刻 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有没有看到这是日本的地图 啊这个是哪里 然后这一整个 Japan 所以 台湾有没有在日本里面 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意义是什么 有一个例子 刚刚我们有没有看到 在签订下官条约的时候 就是 大清帝国把台湾跟澎湖 割让给日本天皇的下官条约 其实那一个条约在签订的时候呢 大清帝国还多割了一个地方给日本天皇 他多割了一个辽东半岛给日本天皇 结果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 等一下 那个辽东半岛呢 是大清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不可以割给你日本天皇 当时的辽东半岛称作奉天 也就是满清的起源地发源地 所以他说那个是大清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因此日本天皇遵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又签订了一个辽南条约 再将辽东半岛割还回去给大清帝国 因此当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 请问台湾跟澎湖可不可以再被割让 不行 然后再包括我们从下官条约之后一直到现在 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有再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对不对 所以台湾的领土主权还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他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颁布宪法之后下达了征兵令 然后赋予台湾人参政权 一切依法行事 合法的将台湾跟澎湖纳入为日本的国土之一 完全合法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让大家动一动休息十分钟 好 下一节课回来 谢谢